卡米拉当年棒打鸳鸯,撮合自己女儿跟威廉讽刺凯特是矿工的后代 英国王室看似一板一眼,内部成员却互相倾压,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和谐 凯特和梅根这对手里,关系已经降到冰点,几乎成了对方的仇人 卡米拉王后当年棒打鸳鸯,撮合自己的女儿跟威廉恋爱,讽刺凯特王妃是矿工的后代 婚姻虽然讲究门当户队,凯特和威廉风风火火十年爱情长跑,奇迹般的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当年卡米拉棒打鸳鸯,直言不会指出凯特配不上威廉王子 王室专家克里斯托弗安德森认为,当年两个年轻人分手,罪亏祸首很可能是卡米拉 凯特为了有机会接近威廉,还专门转了一次学校,大学时候终于走到了一起 王室专家克里斯托弗安德森,当时就预测威廉即将求婚 但是后来却传出分手的消息,克里斯托弗安德森补充道 卡米拉性格强势,而且有些势力也,根本看不上平民出身的凯特 讽刺凯特是矿工的后代,根本不配嫁入英国王室 更没有资格融入贵族圈层 根本原因是卡米拉出身贵族,根本看不上平民儿媳凯特 事实上,卡米拉的曾祖母爱丽丝凯佩尔,曾经是爱德华七世的情妇 这段不堪的过去反而成为她炫耀资本 更为离谱的一点是,卡米拉这么做肯定有自己是私心 调郭威廉跟凯特分手,反倒撮合自己女儿劳拉上位 查尔斯的劳拉的教父,双方的关系一直都很亲密 卡米拉当然想亲上家亲 对于劳拉和汤姆来说,并没有一颗攀龙负凤的心 反倒很讨厌查尔斯,站在他们的角度上看 查尔斯进入到父母的婚姻中,导致自己的父亲被排挤出局 失去了温馨美好的家庭 王室专家凯蒂尼科尔爆料 尽管卡米拉尽力撮合,但是劳拉却不为所动 劳拉比威廉大四岁,也算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但是他们的关系是同水火,甚至还被暴打过一架 劳拉的性格十分火爆,经常跟威廉大吵大闹 指责查尔斯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威廉和哈里也不是善差,觉得劳拉在胡搅蛮缠 因此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查尔斯毁掉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这是劳拉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卡米拉在英国民间的风平很不好 当年以第三者的姿态上位 几乎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因此两个孩子在学校备受歧视 同学们都支持戴安娜,咒骂卡米拉是坏女人 查尔斯迎娶卡米拉的时候,劳拉完全持反对意见 跟威廉的关系自然不好 王室专家尼克尔爆料 当查尔斯给卡米拉打电话的时候 劳拉经常在一旁大发雷霆 甚至还会抢走电话 质问查尔斯为什么缠着自己的妈妈 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家庭平静一些 卡米拉当年也是用心良苦 费尽心思想拆散威廉和凯特 一心想让自己的女儿当王楚飞 没想到劳拉态度坚决,一直都对王室怀有恨意 当然不愿意接纳威廉,在卡米拉的世界观里 自己的家族是贵族,跟王室才算是门当户对 凯特充其量只是个花瓶,矿工和空姐的后代 平民一个根本配不上威廉 只是卡米拉机关算尽太聪明 没想到女儿劳拉根本不配合 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 事实证明,凯特才是威廉的真爱 两人虽然分分合合十多年 最终还是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根据外媒爆料 75岁的卡米拉又动了心思 想要撮合乔治小王子和自己的孙女 这么做目的已经很明显 既然自己的血脉无法继承王位 就想通过联姻的方式延续家族荣耀 不得不感慨卡米拉的家族很奇葩 为了上位简直不择手段 只是王室和凯特的娘家 肯定不会坐视不理 更不会让卡米拉的血脉混入王室 更何况现在乔治还是个小朋友 结婚生子还早 即使卡米拉想掺火时间也不等人 自己已经是尊贵的英国王后 为什么还要挖空心思跟王室联姻 卡米拉果然是个功于心计的女人 凯特王妃温柔是大体 即使被卡米拉使半次 婚后还是很孝顺这位名义上的婆婆 难怪不少网友感慨 应该隔代转位给威廉夫妇 这样的选择才是众望所归